KTV里女子紧拉男友手 没多久这群人就被警方带回 因为他们是涉嫌犯下斗亡案的行业人 把时间再到回两小时前 三名男子在KTV里被人打伤 救护车紧急把人送一急救 事后业者清理 地上残留大片血迹 另一边警方见识人员也小心财政 警方调查后发现原来是早上六点多 有两群人马到KTV唱歌 307包厢的流姓男子疑似酒醉 走错到305包厢 最后双方又在电梯相遇 互看不顺眼就打了起来 其中还有三名男子被利器砍伤 被打伤的三人都是第一次见面的网友 没想到台风天约唱歌 既然因为和另外一方互看不顺眼 就爆发砍人冲突 最后闹上警局 记者李龙生肖伟山新北市报道